澳洲总理莫里森昨天参访Xtel Technologies科技系统厂 并宣布投入3亿澳元改善高科技制造业供应链 并创造更多就业机会 同行的还有华裔自由党议员廖禅娥 莫里森对廖禅娥表示支持 并明确区分中国人与中共 并指出许多中国人就是因为中共的专制政权 才选择移民澳洲 莫里森说廖禅娥也是其中之一 然而现场却出现了一位 金正恩的模仿者霍华德 说支持廖禅娥就是支持中国共产党 出生于香港的廖禅娥先前曾被指控 担任中共统战部门海外组织的理事 但她说后来自己未曾与该组织有任何联系 昆士兰州参议员候选人 学运领袖伯勒志质疑廖禅娥对中共的立场 澳洲大选将于5月21日举行 本周已经开始提前投票 目前莫里森的民调暂时落后于劳工党的爱班尼斯 另外根据雪迪科技大学澳中关系研究所 对2000人的民调 有78%的人不相信中共政府 还有40%的选民认为 澳洲的对中政策将会影响他们的投票决定 新唐人亚太电视江紫阳编译